各位同學大家好 緊接著我們要講的主題是 特殊之三角函數第四個 CTA等於22.5度 好 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角度 那個跟前面的做法其實很類似的 先拿出你的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角板出來 瞄它的邊 先瞄出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出來嘛 然後我們在國中都學過啦 因為等腰直角三角形很特殊 它邊長比1比1比根號2 因此你也11根號2寫上去 好啦 那我們的腳B是45度 我們要用它來做文章囉 首先呢 我們就延長B11邊然後取個P點 但是有個要求 我們AB線段長跟BP線段長要一樣 一樣製造出一個等腰三角形ABP出來 好 這時候呢 因為腳B是45度 它是什麼 三角形ABP的外角 那外角等於什麼 兩內對角的核 那因為你製造的是等腰三角形 兩底角要相等 因此它們兩個加起來要是45度 它們兩個要相等 只好它們兩個 都是什麼 45度除以2 就是22.5度 你就製造出22.5度的腳啦 好 這時候呢 比較關鍵的是你的斜邊長AP 怎麼得到 根號4加2根號2 這個數據呢 我們來做 希望各位同學利用這機會 把計算的技術給學起來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大的直角三角形 AC線段長度是1 PC線段呢 不要忘了是根號2加1喔 好 兩股的長度知道 那斜邊的長度怎麼知道呢 利用什麼 管它是必失定理 三高定理 公股定理都好 反正就是那件事情 那就AP的平方 會等於1的平方 加上根號2加1的平方 好 這個部分利用乘法公式展開 就變成2加2根號2加1 好 這時候呢 整數通通聚集在一起 1加2加1是4 所以變成4加2根號2 AP的平方是它 AP就等於它還根號嘛 那就根號4加2根號2 好我們AP就求出來啦 那我們這整個大的直角三角形 斜邊長 然後呢 22.5度的對邊 還有22.5度的連邊 就都知道啦 分別是1 根號2加1 還有斜邊長指 根號4加2 根號2 好啦 接下來 老師 Sine的部分 帶各位同學做一遍 其他三角函數的話 希望各位同學 自己練習 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Sine 22.5度 應該是什麼 對邊除以 斜邊 也就是 根號4加2根號2分之1 可是這時候呢 欸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分母有理化 因此我們把它乘上什麼 根號4-2根號2分之 根號4-2根號2 好啦 我們來看分母的部分 根號裡面 4加2根號2 這個是4-2根號2 就有A加B乘A-B的形式 那就A平方-B平方 4的平方是16 2根號2的平方 那就2的平方 乘上根號2的平方 2的平方是4 根號2的平方是2 4乘2等於8 因此分母的部分 就化成根號16-8 好啦 分子的部分嘛 1乘上任何數 等於任何數自己啊 所以這個就照拿下來就好啦 好 根號16-8 那不就是根號8嗎 根號8來 分之根號4-2根號2 我們採取一個策略 分子分母同除以根號2 根號8除以根號2 剩下根號4 這裡除以根號2的話 4除以2等於2 2根號2除以2等於根號2 因此就變成根號裡面2-根號2 好啦 根號4的話 各位同學很熟 他可以開出來變成2 於是就得到2分之根號2-根號2 這樣各位同學有沒有清楚啦 那請各位同學自己 等一下練習寫一遍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把22.5度的六個三角函數值 跟各位同學報告一下 塞22.5度 剛剛已經說過 它是2分之根號2-根號2 cos22.5度是2分之根號2加根號2 tangent22.5度的話是根號2-1 cotangent22.5度的話是根號2加1 second22.5度的話是根號4-2根號2 cosecond22.5度的話是根號4加2根號2 這樣子各位同學清楚了嗎 那請各位同學自己練習寫一遍看看好不好 好嗎 好嗎 好嗎